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说画一个夏天的那种感觉的那种画面的话 你就想象一下自己是怎么一个状态 这个妹子的状态其实是有大家去决定的 就是她穿什么样的一个比基尼或者说泳衣啊啥的 都是你们去决定的 你们自己画的时候就是想一想怎么样好看就完事了 只要设计会比较漂亮就可以了 可以左右翻转去检查一下自己的那个动态啊 或者什么比例啊有没有准啊 这个手具体做什么动作 如果是说你手就是不知道它怎么布局的话 你可以换一种表达 就是不一定说每次你画都是 就是可能我就不改了之类的 就是可能有时候我觉得我画的动作需要调整的话 我可能也会去改它 怎么样好看吧 这个我没想好 好像还竖着好看一点 边画边改 在草稿这个阶段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 我想到就想画一个那种编织包啊 就一般夏天的话会比较比较好看那种编织包 因为我看到就是很多一些服装品牌都已经有这种编织包了 里面会可以放些鲜花之类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具体动作的话 你看一下你的这个 你想不想画这种就是比较偏普通一点的这个角度的 如果你想画一些特殊墙的话 你可以尝试一些 比如说像仰视啊 俯色更强一点的那种效果 接下来的话你就可以再去画一下他这个人物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发型啊 或者说他周围有什么东西啊 周围有什么东西 这个的话其实不是说你去想的 我建议大家就是画的时候最好就是参考 先找参考 比如说有一些画面的话 它会有一些伞 就是那种夏天的雨伞啊之类的 这些小雨伞或者说一些游泳圈啊 那些东西都是你可以画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画好之后就 让我想一下 这个可以有一个画面感 就是它坐在哪个地方 它坐在哪里的话 可以坐在游泳池的边缘这里 是吧 可能是这样子做的 然后就是剩下的话 它就在那个水边 就一个台阶上面 大概是这样子啊 如果是说你想画游泳圈之类的话 你可以在后面再补 然后可以画一些帽子啊给他 就这里的话就是加细节了 就你看想不想让这个妹子戴个帽子啊 这帽子的话一般来说 我们选的帽子都是那种夏天的那种 那这种帽叫什么帽来讲 草帽一样的这种编织帽一样的这种 好剩下的话就是你去把它的这个发型啊 之类的画一下 好那内衣什么的款式这些 内衣款式可以多变一点 不用画得那么拘谨啊 那我换一个颜色 画一个它的衣服和它的这个头发 我们今天是讲线稿 我现在在起稿了 我再讲一下我怎么起稿啊 就如果是说你有 你有喜欢的角色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发型画上去啊 你没有特别要求说 你一定要这个这个女孩子要什么头发的话 或者说具体什么发型的话 你就自己想画哪个就画哪个 把这边画下来就可以了 剩下它的帽子什么可以夸张一点啊 比如说我是这样子的帽子 就一般遮阳帽的话也比较大啊 然后它帽子上面的话会有很多夏天的一些花啊 就是夏威夷的那种那种感觉啊 剩下里面你要它扎头发的话你就扎 你不扎的话你就让它披着头发就好了 我们今天不是讲上色课啊 你线稿没画完的话 你也不好上色啊 就是这个这个草稿 大概构思就是这样出来的 我一般都会先想动作再去 想一下它在什么地方 然后就开始画 画出来我再去构思我的头发 还有一些别的 这个看懂了吗 看懂头学可以像一样 就是你可以就是每个人 它的构思不太一样的 你不用说一定要像我这样的话 就每个人对夏天或者说对动态的表达 它都不太一样的 它可能就也不一定是一定要坐在那个 这个上面啊 它可能坐在一个石头上面也可能 是吧 就是一个海边 小石头上面 然后这边可能是水 是吧 就是有可能啊 就是这个画面的话 你看你想怎么去表达了 就这样子 好 那现在的话我们大概就画出来了 是吧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画线稿了 画线稿我们先降低透明度 好 那我就先把脸部这一块画好 一般来说 这个如果是说你想让你的 那个线稿精细度高一点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人物整体搞大一点 因为我没有想好 具体它是在一个什么地方 啥的 稍微改一下这个角 我想到就是可能 可能这个角最好不要这样摆啊 等我一下 我换一个换一个 换一个后边那个角的摆法 我想让他直接就坐着吧 就这个构思什么或者是想法什么的 大家动态可以跟我不一样 反正你多找一些那种夏日的参考啊 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有那个感觉了 一般来说在海边就是他脚碰到水的话 他就很少是穿鞋子 可能鞋子在附近是吧 在附近放着 所以的话这个腿我先这样子擀一下 我这个突然没有压感了 我先我先存一下 然后再重新来过 就是那个 等我一下 乔动吧 对 重新跟塞二吧 如果突然就没有压感了 然后我就可以开始画线稿 就是刚刚如果是起了一个稿的话 画线稿有没有同学是线条画的不是特别好的 有的话可以敲个一样 我们也遇到过有些同学就是 怎么画那个线条都画的不是 不是很 怎么说呢 不是很舒服 他表达的感觉的话 就是画的很很很卡 就正常我建议大家如果是画线稿 因为我们这节课讲线稿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画线条的问题 线条的话 你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压感吗 对不对 很简单 你检查的话你就检查几个 就是一个是关于压感 有压感它的线条才能 就是像签名这样子很顺滑 第二个的话就是去 就是有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笔刷 驱动也算是吧 笔刷笔刷这个的话 就是你只需要把它 它有你看这个显示嘛 它左右两边是尖的就可以了 那你看再随便画一笔 它都都是尖的 其实这个这个就是OK了 然后剩下的 剩下第三个 就是你的手的问题 就是说你没有多练的话 你线条怎么样都画不了 那么顺畅的 但也不是说一定要是 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是 就是画线稿 要画得特别特别精细 你只要线稿最重要 不是说线条一定说要很 很优美啊 很好看啊 但是起码不要画 不要画得太生硬 有个同学说 壁纸 壁纸是上次画的 你说这个吗 对啊对啊 就上次有一次上课画的 然后觉得画完它吧 就画完了 就这几个 这个如果是关于说 前面两个你都OK的话呢 其实这个更重要是 你多练 多练就完事了 多练什么都解决啊 你要不练的话 就真的 真的你 你跟我说一千次都没有用 是不是 好那 这里画的时候呢 可以降低透明度 就是我先把我草稿 我草稿这部分 降低透明度啊 这张原图 在那个 我B站里面有 你们如果要看那圆图的话 可以在那边看啊 你跟同学说 人体透视应该怎么去理解 人体透视 人体透视 我是想跟你说 你先学正常的 然后你再学有透视的 不然的话 你很难理解 然后我也不是在 这节课能几句话 跟你讲得完啊 好这个 这个我的草稿 就先降低透明度啊 然后我就新建一个 图层画它的线港 画之前的话 最好找一下参考 就是你看你想画一个 大概什么样感觉的 因为有的话 是它的线港会 稍微潦草一点 有的话是 那个就比较精细 它就看你自己 喜不喜欢那么精细的 对吧 看你自己喜不喜欢 你要不喜欢的话 那你强化也没有用 然后你可以在 你的草稿部分 你稍微把你的眼睛啊 什么画得更多一点 你看像我画的话 我是什么都没有画的 就只画了头发的 一些分组 是吧 然后可能我会 额外额外再补一下 有个同学说 不会画人体怎么办 我我自己给你的建议啊 就是先学一些基础的东西 比如说去学啊 没有怎么办啊 就比如说你应该搞懂啊 正常人体的比例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然后再去再去练 针对性的去练 你要是什么都不懂 去练的话 你一头雾水 你看不明白的 我本来想说 他可以抱这个椰子再吃 我有什么软件 我这不写了吗 塞尔 不知道怎么画 你应该 你应该 你不知道怎么画的话 你可以先临摹嘛 但是我建议你还是先懂理论 就理论加时间一起结合 这样子去学 这更好一点 不然你就真的 只是再去练文化 你也学不懂啊 左右翻转 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脸型啊 因为每个人他画线稿 他对自己线稿要求是不一样的 因为像我的话 我可能对自己线稿要求 不是那么高的那种 所以的话 你看你想怎么画吧 女人同学说 纸会也能画这个程度吗 这我不太知道 我没有纸会过 好 我先降低我的这个笔刷大小 注意啊 笔刷不要搞太粗的 好吧 你用铅笔画也是一样的 也不要画得太粗 你线条 你这线条 就画笔的大小 应该再细一些 细的画比较好看一点 而且精细度也高一点 好 我现在来去画一下 我看有同学在那个对话框 有发给我一些图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的话 就不给大家看图 好吧 我用铅笔画吧 就是大家都有的笔刷 就不用再纠结笔刷这个问题了 好吧 纠结笔刷 我觉得没有什么用 只要好看的话 笔刷啥的随便 画这个线稿画 就细一些就好了 也不用太怎么样 就我自己一般的话 是把他的结构带出来 然后就可以开始去画他的头发了 我自己喜欢先从头发开始 如果是有同学不喜欢的话 你们也可以从你们喜欢的眼睛啊 或者说脸啊 开始都可以 画漫画人物需要背很多骨骼结构之类的嘛 我不太建议大家学画画要使劲硬背啊 前期你可以记一些 主要的一些经常画到的 这个什么肌肉啊什么的 但是画画这个东西多画 你就背下来了 你已经不用去记它 不用刻意去记啊 如果是说你画一些别的画风 比如说偏厚图啊什么的 你可能就要记了 原画厚图什么的 这个可能就需要你再花点功夫去把它背一背 因为它更多的是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些 它起源的话 你背也行吧 我也没有去刻意去背过这个 但是的话 我觉得漫画什么的 这些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没有办法说 就是一下子 对吧 一下子把它 你背的滚滚滚鼠 你画了不好也没有用了 是吧 要综合起来一起去看 这个头发还没有画完 单来说喜欢 我个人更喜欢去把它的这些层次啊 穿插画得更细点 你要是不喜欢这么画的话也可以 你们这发太多东西了 我都没有看 没有看弹幕啊 看一下 你们 就是我有时候 没有 我感觉到大家好像不是在 在讨论话号的问题 我就直接跳过 这头发 你可以不会画我那么细啊 这个精细度上面的话 你看你想画什么样的一个精细度啊 对啊 你们画 就是看子物的话 还要跟别人聊天 那你还真的是有在看吗 把这个耳朵画一下 画耳朵不要画太小啊 然后位置要找对就可以了 期待也没什么 那同学说阴影画不好怎么办呢 阴影画不好 我不知道你那个树苗这一块学过没有 就是你可以在学些 就是比较 就是那种画二分啊 画光影的那种 最基础的一些树苗关系学一学 这样你会理解阴影 更透彻一些 学过一点 那一点肯定不够啊 而且光影这些东西的话 你日常的话多观察 平时的话也可以多分析 分析一下别人的错评里面 他们是怎么画光影的 你单靠别人去灌输 比如你光影知识的话 你不去观察生活也没有用啊 画画本来还就是一个 观察生活的一个科目啊 可能就是你凭空去想的 跟着我发的视频先练习的话 我没有发视频啊 你知在哪里看我视频 我没发视频 好吧 这个帽子画一下 好吧 这个帽子的话 帽颜什么的 你可以直接就是通过上色的去画出来 它的边缘也可以 像我这样子 就我我也不是说 每次我的帽颜都会画得很准啊 什么的 我也是要会连起来 笔刷怎么调成我这种 你不用调我这 我这笔刷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铅笔 你不用调的 这个是所有 所有画画软件里面 应该是最基础的笔刷 这是铅笔啊 最基础的 有个同学说 听了那么久 还不知道线稿是什么 线稿其实就是一个 用线条表达比较精准的一个版本 草稿的话是有你的一些结构啊 或者说你的构思在里面 草稿会比较乱一点 相对来说 把这个帽子的这个弧度画好一点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剩下的话就是什么花呀 那什么再 待会啊 我们先一点一点画 因为这个 这个又有那个五官啥的 先调一下 剩下我先把其他东西画一下 比如说这里可能我会画到 锁骨啊 脖子啊 肩膀之类的 它的意思是为什么我的笔刷压杆这么好 不是笔刷压杆的问题 也不是软件问题 是你手的问题 就是你的练习 你练习多了 你控制线条的能力相对来说就会更高啊 你整天你就没画几个 你就觉得自己画多了 那也不行啊 有些用笔的话它不是说 你照着我这个笔刷参数条 你跟我一模一样 你的线条就画得 就是跟我一样可能很顺滑什么的 这顺滑不顺滑一定取决于你的练习程度的 或者说你的用笔用线程度的 就像拿毛笔样是吧 同样我写个毛笔字很好看 那我把我的笔给你 你画出来你写出来不好看 那原因什么 原因不是笔啊 原因是在你练习的这个程度啊 你的控制笔的这个 什么用力啊什么的 对不对 更多是这个 线条毛画面张怎么办 线条毛罩吗 还是什么 画面张我不太懂 你画面张你是想说你上色的问题吗 还是想说什么 线条如果毛罩的话 就新建一个图层 把它毛罩那些部分改一改啊 那不然呢 那不然怎么办啊 是吧 你不可能就一直留着这个毛罩的部分 就一直不去改它呀 多临摹也可以啊 多临摹也可以 怎样练线条才会更流畅控制更好 没有怎样练 你多画就可以了 真的 我刚才说 就是永远都是多画 能解决百分之画画 九十九十九的问题 方法也很重要 知道方法之后 你就拼命去练就好了 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技巧了 我画画我也不是一笔就画成的 或者说我也不是 就是 画两下我就画得好的呀 我也是多练练出来的呀 对不对 最好不要去描线啊 描线稿的话 你可以去锻炼自己的一些控笔能力啊 但是的话 你可能会依赖 或者说 你没有一个临摹的这个圆图的话 你就什么画的都不好了 那你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脱离了参考这东西就 就活不下去了啊 不是吗 有没有同学试过这样子 有的话可以敲个一啊 就你如果是脱离了的话 你就什么都画不了的话 那你就对 对这个圆图产生依赖啊 那你这样子 你没有办法原创的呀 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是 去学到它核心的东西啊 然后这里是 那个杯子 手可能会大了一点 调一下 大小的话 需要去看着这个人物整体去看啊 还是用这个笔 就如果是我画线稿 我画的比较细的话 一般那会比较慢啊 画线稿本来它就是一件 非常需要你有耐心的事情 画一个这样子的杯子给它吧 就那种 就这种叫什么杯啊 我也不知道 就是 反正大概是这样子的小杯子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剩下的话 饮料里面的那些水啊 什么的 就是饮料的颜色什么 通过那个上色再去画 而同学问 画线稿有什么顺序吗 从上到下 还是从大到小 正常来说的话 你可以先把人物本身画好 人物本身画好 比如说你可以从他的头啊 脸啊 头发开始 然后慢慢再装饰 但你也可以 就是先从上慢慢画到下 这个其实没有 没有规定 你一定要怎么画 就是最重要是 你想怎么画 你要画得准就完顺了 没有说一定按顺序之类的 对高脚杯 好 缩小看一下 时不时就缩小看一下 不然的话 你都不知道自己画哪了 我画一个小辫子给他 这里扎一个小辫子 我一般画长头发的话 我都会说小话 大概就这样 而且他这里有个包包 他这个包包会挡住 会挡住他的这个头发 你画的时候呢 你可以有一些遮挡 然后画头发 一般长头发 都是有一些 错落有致的效果 就一般来说画大的 然后再画小的 穿插进去就可以了 剩下的话就没啥了 画长头发 也要看你是长的 还是长的是卷的 还是直的嘛 对不对 检查的时候 或者说有些什么别的想法 你可以翻转 我看一下 从脚趾盖的话 那就肯定不行啊 你要万一你上面有问题 那你脚趾盖不是有问题吗 还好把这个胸部这一块 再画一下 剩下的话 其实这里是大腿 看不到啊 就不管它了 好 这个下半身 我稍微画的 把这个臀部 把它搞了下一点点 然后感觉这个腰就没有了 而且这个腰 腰长一点 会更好看啊 大概是这样 可能你们看不清啊 我自己看得清就好吧 好 这里 左边的头发 我再戴一下 我们就来画一下五官啊 左边这里 就是这里女孩子的话 她有很多一些装饰吧 比如说耳环啊 或者说那个 小发夹啊 如果你想画的话 你都可以往上面戴啊 反正这个画线稿 就是一个非常 没有耐心的话 你可能你的用线就会很乱啊 这个真的是 像写字一样啊 心情一反 写字字都不好看啊 正常 我画一下这个眼睛啊 眼睛的话 我打算是画那种 实心的 眼睛你看你画哪一种款式啊 我就随便画一个我想画的款式啊 就是这个眼睛 你不用画的这么 这么就是整整齐齐那种 我的画师他喜欢画的就是 比较潦草的那种感觉啊 也可以 但是这样子 缩小一点 然后就是这个眼睛的位置的话 你要是找不准 你可以画完 再微调一下 也可以 鼻子翘起来 这鼻子的话 不一定是一定要画 画完整 就有的人画 画他 画鼻子 他会画一个三角形 这样子画一个三角形 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看你自己的一个 就是想怎么样去表达吧 然后下睫毛也可以不画的啊 就是你想画的话 你就可以画 要不要这些 因为我想画实行的话 我线条就必须得这样子排一排啊 大概是这样子 睫毛这里不用画太多 画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就大概三四根啊 左右就好了 如果你画多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子 带出来 那我自己有时候 嗯 画画眼睛 我会画得特别特别细啊 可能我会通过上色去辅助 还有最后效果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剩下如果是想画卧彩啊 或者说想画下眼皮鸭啥的你可以画 也可以通过上色去表达啊 都可以 剩下这个嘴巴在 他可能有个吸管啊 我现在还没有画吸管啊 可能我现在先不管他这个吸管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剩下的话就是 你把眉毛带上啊 不要把这东西漏掉啊 有什么画什么 眉毛的话你可以画一根线 然后也可以画像我这样子的 这种 也可以 就有一个 有一点小区域的这种眉毛 我的画不有多大吗 我画不A4啊 隔着屏幕感受到杀气 什么鬼 你说我画得有杀气 我还好啊 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剩下的话你要开始画花朵啊 或者说 就是夏天的花朵的话 你可以画一些比较夸张的 或者说画一些你自己喜欢的花呀 这个 这帽子上的装饰的话 真的是你随便啊 就是这个帽子上面它还有很多装饰 有些什么花朵呀 还有些 那个叫叫什么来着 蝴蝶结呀 绸带呀 反正这些花的话就 你开心就好 你 我也不知道在想画什么花 我就画我自己想画的 好吧 平时的话 就看人家画面里面有一些花朵好看的 临摹一下也可以的 有个同学问了 这里 改动五官位置应该侧重遵循草稿 一开始定的位置呢 还是说直接大胆的改会比较好 我觉得所有改动啊 都是要考虑到它整个 就是你想表达什么样的状态 比如说五官的改动 有一部分的话是因为你表情的去改动 那比如说我要一些很夸张的表情 那我去改动啊 还有就是说你 你自己想去画一些别的风格的 因为你的眼睛风格不一样的话 你可能它的位置会相对 所以有一点微调 然后还有就是五官改动的话 你可能要直接跟着你的脸来改 因为你的五官长在脸上了 如果你不去考虑你的脸的话 那也不行啊 是不是 你想怎么改的话 只要最后出来的效果可以就可以了 勾线的时候有随时调整笔刷大小吗 我没调啊 没调笔刷大小 我调的是橡皮擦大小 就是一般什么小花瓣啊 叶子啊 它可能要有点区分 就是这个花瓣还是有花瓣的样子 然后一般什么小叶子 然后再说是吧 叶子的话 可能边缘会有一些尖尖的东西 反正这里就是看你想怎么画了 你怎么去布局这个小花瓣啊 对 就是同样是五这个笔的大小的话 我可以这么这么 也可以这么轻啊 其实这个没有去调整 其实就是你用笔的轻重问题 这是你自己的手控制 不是我告诉大家你们要调多大的 然后这边就是一朵花的话 其他地方的话可以改成一些别的 比如说你想要它两三朵啊 合在一起 但是肯定有一个 就是画什么花朵那些都是要有主刺的 你怎么画头发也是要有主刺 包括一个画面也要有主刺 就是这些东西它是综合起来的 另外一些花朵的话 可能长在这里 就你自己分得清楚 你画的是哪个是叶子 哪个是花就好了 别别等一下你自己画你都不知道啊 这就这就很尴尬了 是吧 但因为你上色的话 到时候你上色你肯定要 就是很明确知道啊 哪块区域是哪块区域的 然后就是里面有些有的没的 就画这个东西吧 它的布局的话 你可以去找些参考 那很多画师他在画这些小东西 这些细节的时候都会比较精细啊 图层二是什么 草稿啊 你们是没有在听课吗 是吧 你们没有看我怎么演 这不是草稿吗 你们是都都迟到了是吧 我没画完啊 图层二我一般是降低透明度很低的 要不然我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我画的那个 迟到的话 那你上这时刻我是不会 不会再去提问 就是回答你的问题了 我直接讲 迟到是你自己要对你自己负责任 没听的话就直接听回回放 因为经常会有同学问那种 就是啊 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呀啥的 就这种这种话我一开始就会介绍 所以的话你肯定是迟到了 其他的话 你如果想要给这个小姐姐带个 不是搞个耳朵的话 你就直接往里面夹 因为有时候耳朵它会被压住 然后一般这个草帽都会有厚度的 然后有一个绸带啊 给它搞一个绸带 这次可有回放啊 把这个帽子形状带出来 转一下这个角度啊 我画一下那个绸带啊 真正你画一个信号的话会比较久啊 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绸带的话可以画一些蝴蝶结在上面 我一般画我就直接画了啊 而且画蝴蝶结呢不要画太假 像个假的蝴蝶结一样 很多同学画蝴蝶结不会画了 画的都像那个小朋友画的一样啊 你要是每次都画了像小朋友画的话就没有意思啊 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办法就是 没有画没有办法画得很精细啊 大概是这样子啊 这个蝴蝶结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就另外一边会被挡住啊 剩下有一些什么叶子的话到时候我们再通过上色的那种表达去表达出来就好了 其他的话就直接再把那个帽子再戴下 我画这张图好快啊 还好我觉得没很快啊 我自己没什么感觉 我画多了 那我们这个剩下的话就是画一下这个手吧 快的话是相对的 因为你如果是画面要求精度不高的话 那你可以画得很快啊 所以画得快不快 其实还是考虑一下自己的需求啊 而且你夏天这些小姐姐的手啊什么 对吧 都给她画一些指甲 然后手上也可以很多一些装饰 比如说手表啊 或者说一些就是女生扎头发的那种 那种装饰物啊 就是那种有头花一样的东西啊 比如说大概这个手这样子 如果指甲的话我一般会直接上色去画 剩下的话我就不管它了 然后可能我们在这里加一个那个 一种头花 我不知道在里面见过这种啊 反正我是 没有买过这种 但是我在精品店啊看过 就有些很好看的这种头花的款式啊 平时的话大家多观察生活啊 画画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啊 它一定是你多去观察生活 得到很多一些生活的一些东西啊 一些灵感啊 所以不要老是闷头花啊 最傻就是闷头花啊 就加个这个 到时候我们加上图案就好看了 要美甲 美甲是肯定要美的 是吧 但是我自己也 我自己不太喜欢搞这些 很麻烦 这个 这个 包包的话 我再看一下一些品牌的款式吧 因为每年的那些品牌款式都不太一样 你肯定要画一个好看的 而且那种编织包的话 有很多品牌做得很好 或国外的一些 你最好先找参考 然后我今天这个的话 我就先画这里 时间有限啊 然后就先画到这儿 大家平时画的时候 多去找一些参考啊 多去看一下 就其实在海边的 这种元素的参考很多的啊 有个同学说 总觉得画出来的水 看起来不对劲 但是有造的一些教程画 你造的教程画 你就对着教程的最后的 那个版本 去检查一下自己画的 到底 就是 到底哪里有问题 出在哪 因为你有参考的话 你就肯定对着画呀 要不然的话 那你参考就是 要你拿来对着画 画手的话 是比较容易的 我们 这个星期才讲了手 你可以听一下 这星期的课 手和脚都讲了 一般来说 手的话要注意一下 透视 透视 然后还有就是比例 还有具体的一些动作 就可以了 什么东西 不过你手和脚 其实还相对来说 比较难画 你这些难的画的东西 你多去临摹 多去总结一下 它那个结构 好吧 多去画一下 就可以了 脚怎么画 我先画一个脚 给大家看好吧 因为我 没有画到脚 我就直接在那里 比画一下好吧 脚的话 一般我是从结构开始 但是因为我这个 已经画了 画了结构的话 我就直接画一下好吧 脚怎么画 一般是我上课的话 我都是从结构开始讲的 我不会就是 单纯就直接画 因为我们公开课 时间有限的话 我就 不从结构开始讲 脚指甲的话 你想画 你就再画细点 很少画到脚指甲的 你可以直接用上色去 带出来 改一下 每个人表达 它不太一样 大概是这样子 画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的脚的形状 肯定要通过上色去配合 就是有一些脚的形状 画 它可能就是 对于大家现在来说 是一个 好画的 比如说它背面的是吧 背面的脚 大概是这样子 你看一下你画是哪个脚 自己也搞清楚 比如说背面脚 大概是这样子 就 有些时候你是看不到脚指的 不是所有状态都画脚指 比如说还有就是穿高温鞋的状态 什么的 高温鞋状态的话 可能是这样的话 我自己画太多了 所以我真的就是 画到已经 画到已经就是麻木了 你知道 所以大家就是画多的话 那基本上就 什么都会了 那高温鞋的款式有很多种 也不一定 要每次都画那种最普通的 多搞一些不同的 去做一下 有些高温鞋它会有那个防水台 你看你想画什么样的吧 因为没有人一定说 一定要画这个样子 一个那样子 我什么时候填坑 我坑不是之前才填完了一个吗 就大概高温鞋 就这样画就好了 手腿伸直永远的痛 多练吧 我觉得这些你 如果是画的不好的地方 就多练 真的 这个画线稿什么东西 它都是一些基本功 你设计也是有基本功 或者说相色也是有基本功 你这个底子打得好 你走得越闯越 这没得说了 真的就是这样子 没有人能帮你画线稿 只有你自己 所以的话一定要多去练 反正就是画画脚 大概就是这样子画就好了 你画画多了 真的是画到呕吐的那种程度的话 那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好那我今天讲课 我就先讲到这吧 如果是大家感兴趣 我们这身课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平时的话 还是多找参考多练 这个东西真的 不要不信 真的是 不找参考就是你的死穴 真的是填坑都填不完 或者说你都没有办法去 去把一张图能够画得更加漂亮 精致 画线稿不能断吗 你说断线吗 断线可以断 为什么不可以断 可以的 好那我今天就大概讲课 就讲到这吧 OK大家今天晚上回去可以画一下 你就不管你说临摹也好 就是随便你画什么 反正就试一下画线稿 好吧 OK那就这样子啦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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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